新北市政府最近在实施棋楼整屏计划 打算将有高低差的棋楼整屏方便行人通行 不过议员审发会表示 这项计划只有做屋檐的部分 露天不算棋楼这样的认定让地方无法接受 因此在5号上午与相关单位进行会堪讨论 市府的棋楼整屏计划是一番美意 旨在消除楼与楼之间的高低落差 让民众更方便 只是限制多多让地方相当无奈 因此便向议员审发会呈情 希望可以找出解决的办法 那棋楼整屏 因为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说 不是那种棋楼之下的都不能做 那结果现在有争议了 因为我们的社区他们有的是 一半有棋楼一半是没有棋楼的 可是它还是属于他们的棋楼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他们不做 就不施工 变成只有做一半 可是如果说这样子这种做法的话 我们的那个社区的话 他们的里面是没办法接受的 只有这个棋楼部分这个社区 这个非棋楼的部分 就是它这个社区同样一条通道 但是它上面没有这个棋楼的这个状况 他们就不予失作 那这样子变成一个社区原本 在社区本身里面 它是无障碍可以通行的 但是现在它只有 这是失作棋楼的部分 那反而把原来无障碍的部分变成 又变成有障碍 那这样子的失作方式 就完全丧失它原本的这个意义 议员表示这项计划有认定上的盲点 只做有屋檐的部分 露天不算棋楼 这样一个好好的社区大楼 如果露天的地方不做 那不就有一段没有 有一段有 这样的计划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这个 这个当初棋楼整瓶专案的 最原初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 整个是一个无障碍的通道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特别行养工处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社区 大家来做个协调 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与章表示如果可以解除 这些不合理的限制的话 那地方一定会热见骑城 看见骑楼高度统一 这样不但行人可以更方便 同时也是无障碍空间的延伸 希望可以尽快进行 建峰强细子长报道